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 我的一个念头 不管是有意无意 这个念头是正还是邪 念头才起就周边发界 圆满感应 这个念头就是感 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无 感应佛经上说得清楚 有四种形式 显感显印 显感明印 敏感显印 敏感明印 不是没有感应 绝对是有 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察到 有的时候觉察不到 量子力学里头也讲了这些 讲了很多例子 比如这个地方 蝴蝶 蝴蝶 扇扇他的翅膀 可能在几百里外 几千里外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起了飓风 它起作用 为什么它影响到那个地方 那天有云 有缘 它就产生 起了作用 所以佛告诉我们 齐心动念 不能有邪念 不能有错误 错误是 哪个地方有这种错误的缘分 它能够起作用 这些例子很明显 明白这个道理 宇宙跟我们是一体 地球跟我们是一体 今天地球上灾难很多 有没有万化化解 为什么 因为地球跟我们是一体 我的念头要是真 没有邪念 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 这个灾难 佛经上讲得清楚 水灾 是贪感应的 现在地球上水患麻烦了 南北级的冰液融化 海水要上升 云海的城市通通会淹没 佛说这是什么原因 比科学讲得更深 科学还没想到 这是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 贪婪 所看的 地球温度上升 这是麻烦大了 科学家警告 如果上升四个摄氏度 这地球人就不能生成 许许多多的物种都消失了 温度 怎么来的 佛告诉我们 是一切众生 成会 这个念头 感应 人成会 你看 满身都只发热 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发一顿脾气 地球的温度就加一点 它就剩一点 气体 那个效应呢 就非常非常之大 现在真的 贪嗔痴 都是集体的 哪个地方没有啊 鱼痴 感应的是风载 傲慢 感应的是地震 还有疑惑 对圣人的教诲 疑惑 对古圣先行的教诲 疑惑 一定要等现代科学 把它证实了 你才相信 通通都是感应灾难的因素 所以佛 佛的国土 佛的教化这些地区 它居住地区 没在哪 极乐世界 每天都会在哪 华藏世界 每天都有灾难 不是没有啊 人家有方法防范啊 让这些灾难不生起啊 什么方法 教育 天天在讲 天天在教 所以接受佛菩萨教育的人 他们有一个邪念 当然更没有啊 这个不善的行为 所以他们居住的环境 永远不会在哪 他们那边的人 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生病啊 没有啊 这道理在佛经上全都有啊 让你用这些灾难的行为 您知道那种不尽作证呢